据参考消息转引中国生物公号消息 4月1号匈牙利国家药品审批监管机构 向国药集团中国生物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 正式颁发新冠灭活疫苗欧盟GMP证书 这是中国历史上首个在欧盟获批使用和GMP认证的疫苗产品 卖出了中国新冠疫苗成为全球公共产品新的一步 不但如此 事实上早在2月26号匈牙利总统阿代尔 就接种了第一剂国药集团中国生物新冠疫苗 阿代尔呼吁民众相信医生和本国医疗体系 敦踪民众尽快登记并接种经本国药监部门批准的新冠疫苗 总统接种后的第三天 2月28号匈牙利总理欧尔班通过社交媒体宣布 他当天在首都布达佩斯 同样接种了国药集团中国生物新冠疫苗 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欧盟国家最后还是选择了中国疫苗 为什么第一个是匈牙利 这个突破对中国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 其实之所以欧盟国家选择中国疫苗最根本的原因有三个 一中国是最早控制疫情的国家 这首先在能力上就获得了相关国家的认可 哪怕是反对中国的国家 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在控制疫情方面的能力 嘴上不说心里也得服气 二中国是新冠疫苗研发领先的国家 这一点也是客观的 相比美英两国中国不但用的是最安全的灭活疫苗技术 而且有五款新冠疫苗早早就进入了三七临床 由于中国疫情早早获得控制 因此无法进行三七临床 中国疫苗最后是在世界上其他多个国家进行的三七临床 这些客观现实充分体现了中国实力 而且中国疫苗的有效性也获得了相关国家的充分认可 这些事实所有国家都看在眼里 三美国和英国控制着疫苗 不能满足某有国家需求 譬如美国手里现在有一亿只阿斯利康疫苗 由于美国根本没有审批使用阿斯利康 所以一亿只疫苗就是在那放着一直没用 然而美国就是不分享给盟友使用 盟友国家的人也是人 在美英无法供给足够疫苗的情况下 虽然有个别国家受意识形态影响 暂时还不能转过弯 但还有很多国家可不少 国家人民是自己的 美国是不会管他们死活的 还是有疫苗先用上 才是对自己国家和人民负责的态度 所以中国疫苗在欧盟获得突破也是必然的结果 毕竟美国疫苗产能根本不够 那么为什么第一个国家是匈牙利呢 在个人看来 之所以匈牙利是第一个 原因有三个 一 匈牙利是小国 在资源分配的优先顺序上肯定是靠后的 在这种情况下 匈牙利不可能得到充足的疫苗 匈牙利必须自己想办法 二 匈牙利这个国家和那些老牌欧盟强国不同 相对来说并不是那种过于强调政治正确的国家 直白说就是不会为了政治正确而影响正常思维 而且也不像有的国家那样 总觉得拉不下面子 三 匈牙利一直对中国都很友好 在很多与中国的合作上 都是走在欧盟国家前列的 所以中国新冠疫苗在欧盟第一个获得突破的国家 使匈牙利并不让人感到意外 那么中国疫苗在欧盟获得突破有什么重大意义呢 这次突破至少有三大意义 一 这是对西方国家的一次重要突破 国药集团中国生物新冠疫苗 在全球的供应和接种双重突破一亿剂 已在全球范围内54个国家和地区投入使用 疫苗的技术安全性 防护有效性 人群普世度 产能可及性 处运便捷性等 得到国际社会高度认可 但是西方国家面对中国疫苗还是傲慢的 大部分西方国家还是有点无法过心理那道坎 因为中国是落后国家 现在不同了 虽然匈牙利并非欧盟的大国 但只要有一个国家尝到了甜头 其他国家就会放下傲慢 毕竟控制疫情才是实实在在的切身利益 而且中国疫苗的安全性有效性 都是比美英的疫苗更好的 只要匈牙利一国起作用了 大家就能真正体会到中国科技的强大 更何况相比美国英国对盟友那么吝啬 中国的慷慨会让很多国家明白 谁才是真正靠得住的国家 美国为什么说中国搞疫苗外交 就是因为它知道 中国在全世界的承担 会让很多国家更加认可中国 美国的谎言就会在这些国家失去市场 二 中国的生物科技能力将在全球得到更广泛的认可 不要小看新冠疫苗 这个世界上有能力研发新冠疫苗的国家 可谓屈指可数 包括德国 法国 日本都没有能力独立研究出来新冠疫苗 更不要说短时间内研发出来投入市场了 事实上 现在只有中国 美国 英国和俄罗斯 研发出来的新冠疫苗 中国更是有四款疫苗已经投入了市场 还有一款在不久将来 也还会投入市场 是世界上新冠疫苗研发能力最强的国家 面对新冠疫情 在全世界范围内 中国这次的生物科技能力 是得到了充分的验证 那么中国疫苗在全世界范围内使用的过程 就是中国生物科技能力得到认可的过程 而且相比美国和英国都只是一款疫苗 中国是四款投入市场 而且产能也更大 这就是中国的能力体现 谁的实力更强 只有在重大事件面前才能体现 这一次 中国是获得了充分体现 尤其是在西方国家 一旦中国疫苗获得广泛使用 他们就会逐渐明白 原来中国的生物科技能力和美国是一个档次的 甚至在一些领域是比美国更加先进的 一旦如此 未来中国的生物制药的国际市场 曾更加广阔 三美国想联合欧盟打压中国就更加困难 美国拜登政府现在最想干的一件事 就是联合欧盟打压中国 像不久前联合欧盟制裁中国 只是一个尝试性开始 中国强硬反制 也是在强烈警告欧盟 欧盟已暂停 所以中欧投资协定来要挟中国 其实就是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 道理很简单 相比欧盟2020年经济大幅倒退 中国经济2020年依然有2.3%的正增长 2021年头两个月经济石头也非常好 所以相比欧盟中国的形势要好得多得多 因此对中国来说 这个协议本身的目的之一 就是为了对冲美欧联合打压中国 现在欧盟背心弃异 那这个协议现在是否执行 对中国来说根本不迫切 与中国相反 由于欧盟经济太糟糕 急需新的经济增长点来稳住经济 在这个时候 欧盟比中国更加需要这份协议 所以欧盟这个时候暂停这一份协议 那相当于自残了 事实上 欧盟本身并不想真的与中国为敌 否则就不会与中国签署这份投资协定 尤其是德国非常明白这一点 在这次制裁中 德国政府也是相对保守的 那么随着中国疫苗在欧盟使用 会有更多国家明白 与中国为敌是得不偿失的 所以客观上 这会进一步拉高美国围堵中国的门槛 虽然现在才是一个匈牙利 但随着疫情和经济双重压力 相信会有更多国家 加入到使用中国疫苗的队伍当中 事实上 就在不久前 国药集团刚刚从1.5亿欧元的价格 收购了一家德国制药厂 就是用于生产新冠疫苗的 根据媒体的报道 国药集团将在几周内 接管拜尔集团 在伍布尔塔地区的生产工厂 拜尔集团现在正在准备移交工作 年内该药厂将成为疫苗生产基地 德国也明白 靠美国是靠不住的 但疫情什么时候结束 根本不知道 而且由于病毒一直在变异 只能保证美国英国的疫苗 一直保证有效 甚至现在美国英国的疫苗的有效性 都还没有得到充分的验证 所以站在德国的立场 干脆引进中国国药集团 在德国国内建立新冠疫苗生产基地 如此不但可以保证德国疫苗供给 未来整个欧盟都可以有足够的疫苗供应 正常情况下 不久的将来 整个欧盟地区很多国家 都会使用中国新冠疫苗 试问 德国生产的新冠疫苗 还有哪个欧盟国家不信 所以不要小看这次中国疫苗 在匈牙利的突破 这意味着中国疫苗在全球范围内 未来将是无死角地得到推广 中国的大国影响力将会得到大幅提升 面对中国疫苗在全球的推广 美国倒是很想遏制 但实力不允许